Hello 大家好 我是賴宇帆 欢迎来到我们的五分钟聊健康 最近新冠又开始大流行了 所以我今天想要跟你们聊聊 生病之后失去味觉这件事 身体里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会往你突然失去味觉呢 如果失去味觉了 你还能做什么呢 在我收到的信里 很多从而失去味觉的人 其实都不只是在得了新冠之后 现在很多人都是在流感之后 就会失去味觉 其实一挤来生病后 或者有很大的压力的时候 我们都很容易失去味觉 只是因为新冠的时期 这个症状得到比较广大的宣传 所以现在大家都会特别的警觉 到底为什么我们会在生病后 失去味觉呢 其实会觉得吃不出东西的味道 大部分是因为我们的嗅觉出了问题 研究发现我们会失去嗅觉 是因为缺乏矿物质心 当细胞经历发炎的时候 就会流失心 另外在生病的时候会发炎 肾上腺要生产压力荷尔蒙 拿去消炎 心在肾上腺生产 皮脂醇压力荷尔蒙的时候 就要用的很多 所以生病的时候不管是细胞或肾上腺 都需要大量的食用心 有一次我回台湾打书的时候 不只是体力劳累南北奔波 而且压力特别大 那一次在台湾我待了快要两个月 压力持续了很久 突然有一天我吃东西吃不出味道 后来我才仔细感受 发现那个是因为我闻不到那个东西的味道 吃东西无味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件很难受的事 本来吃东西品尝味道 是我一天里最大的享受 一下子吃饭的时间都变成一片空白 我就超级恐慌的 我们身体会生产两种压力荷尔蒙 一种是处理短暂的压力 另一种是处理长期的压力 那这种荷尔蒙呢叫做皮脂醇 生产皮脂醇这个压力荷尔蒙呢 是一项最耗费矿物质心的工作了 除了得到新冠或是流感外 其实还有很多原因可能会过度流失心 而导致失去味觉或嗅觉 比如长期过敏啦 鼻塞 还有化疗 或者是营养不良 或者人在洗肾 还有呢就是重金属 也就是矿物质啊 这种熬合物过量了 那这一类熬合物包括了植酸 植物里面的植酸 或是EDTA这种物质 它们呢可以结合像新造的矿物质 然后让它排出体外 就造成流失 植酸是什么呢 植酸就是像豆子这样 植物在发芽前自我保护的一个物质 它就想让你在它还没有发芽之前 你吃它的话就是会胀气 这样下次你就它还没有发芽的时候 你不敢吃它 然后这个物质呢 会结合你身体里面的矿物质 或是金属类的物质 比如说像芯 这样就排出去哦 使得我们流失矿物质 或重要的金属元素 而EDTA这个物质 本来是拿来熬合 排出重金属的药物啊 那芯呢 其实是重金属的一员呢 不要忘记这件事 这次我回美国买书的时候 常常见到EDTA这个物质 这是最近新的放在食品添加剂里面的东西 我就去查到底怎么回事 就发现食品业现在用钙二纳EDTA粉末来做防腐剂 但是这一类的物质同时也是重金属熬合药物 所以如果你摄取过量 它就会使得心流失 像这个呢 就在讲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对EDTA的说明 它就在讲EDTA是个金属离子熬合物 用于减少血液中的铅浓度 它属于世界卫生组织的基本药物 你们一定会想 可以排出重金属不是特别好吗 这其实是我们对重金属的误解 重金属是指那些分子量和分子密度 比较大的金属 比如铁啊 金啊 铜啊 铅啊 拱啊 钥啊 或者是鑫 像铁 还有鑫 其实都是人体很需要的元素 过量呢 才会造成问题 也因为是这样 所以当你流失这类东西 你直接去补心 或是直接去补铁啊 其实是危险的 因为它的量太集中了 很容易就过量了 所以要补充这类元素 最好使用 富方产品啊 比如说 支援免疫力的保健品啦 或是从食物中直接摄取啊 铅含量最高的食物 要数像藕啊 就是这类贝类的 食物啊 我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 过度补充矿物质 有可能会出现心流失哦 比如 心跟钙 在体内 它们两个是对抗的关系哦 所以你的钙如果补过量了 心就会自动开始流失 因为它们是对抗的嘛 合作关系就是你补越多 我就保留越多 对抗就是刚好相反 由于大家补钙的剂量常常都过高 大家都喜欢买那种死高死高的 钙含量的保健品哦 所以这一点你要特别注意哦 不要忘记了 有金字边的矿物质 也都是金属类的哦 然后不管是鑫 还是铁 还是钙 这些元素都必须要在胃酸充足的时候 才能够吸收哦 要不然它根本不能分解 你根本就是一直吃一直吃 你根本吸收不到 所以你的消化如果不好 或是你在吃抑制胃酸的药物 你补再多这些东西 都可能吸收不到 重要元素流失的时候 都必定需要时间才能补回来 所以不要急着一下子的大剂量去补它哦 慢慢的用多元的方式把它补足 效果才会好哦 希望有出现这类症状的人 慢慢痊愈后都能再度重拾吃东西的乐趣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有关于不同症状的问题 你可以查询line上面的保健管家 你就在line上面搜寻保健管家 这次就是我们平常跟家人沟通的line 或是用手机扫旁边的QR Code 你就可以找到能够帮助你机器人咯 最后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有问题在影片底下留言 也欢迎大家在片尾点击左边的连结 到我的个人品牌天天自然看看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还是赞订阅 ir Ă与 verst 这个 的 说吧 ur